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我真的接受不了你把工作中的身份带回家 在感情中又想掌控我 曾经的你让我感觉很阳光 很上进 对我也是那么贴心 为什么现在却变得这么懒惰颓废 难道你真想靠着我养你一辈子吗 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一无是处每天混日子的人 你从来都看不到我的努力和付出 因为在你心里根本没有我的位置 能力不是靠一张嘴说 如果你还是不能改变 我们就真的没有未来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李23岁来自河北摄影师 有请 小张25岁来自河北传媒公司 有请 欢迎两位 你是他老板 对吧 对 还比他大 是吧 怎么好意思向一个小员工下手的呢 我就问问 那时候我是刚分手 然后他把总给我送饭 然后就是表现得挺体贴的那种 他就对你下手了 对 你怎么有勇气向老板下手的呢 当初也就是玩得好 然后慢慢慢慢感情越来越增进 就顺理成章在一团上来 谁提出来的呀 也不算是谁提吧 就是撂着撂着都好上来 就是给他送池的送喝的 陪他一会儿下个班啥的 不是 你不怕其他的员工说你呀 说这小子怎么拍老板马屁呀 那我还敲不上他们 他们还不敢呢 那他们还不敢呢 哎呀 你倒是有勇气啊 所以你看就这样 一来二去的就好上 当然也是年轻人了 一个22 一个25嘛 交往了多久 一年 这一年交往下来怎么样啊 就问题特别多 说说吧 就是他吧 业务不精 然后学历也不高 然后他就带着我其他的员工 一起那个在办公室打游戏 偷懒 搞坏我公司的气氛 那也不算是我上班打游戏 那是下班业余时间 打会儿游戏怎么了 再来说 那我是让你休息的 那你为啥带着我员工 一起打游戏 那休息时间不应该是 我们员工自己分配的吗 打会儿游戏还不行了 再来说我也没偷懒啊 那天确实是我身体不舒服 我提不了重物 我让同事帮忙忙还不行 你看他就是这样 这么多事 啥也干不好 那你得让他学习啊 学历低得送他出去学习 对啊 谁让他呀 我送他了呀 去外地学摄影课呀 然后呢 他跑出去跟人家玩去了 也不上课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 我才知道的 那钱我不都白花了吗 那当初也不是那个 如果说走就走了 也是跟老师打着和了 就是一共七天的课 然后我前五天老师讲东西 我也都上了 就后两天是那个复习嘛 我东西都会了 都滚瓜乱熟了 我寻思自己 背着相机 留在留在实践一下 再说说 最后考试 我不也去了吗 考得还不错呢 那人家安排七天 他非得给我少上两天 那肯定学不到东西啊 反正他都哪儿都敲不上我 刚开始在一起挺好的 后边是越来越多 在公司 那个别的员工都休息了 我还跟他加班 别人都该吃晚饭了 我还看设备呢 完了 在公司里面子也不给我 都知道我俩好上了 还搁着那个同事面前 批评我 批评你什么呀 就说我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了 便得捡得烂了 又咱们怎么着呢 那我不是想让他 提升一下自己吗 他总是这么多事 行行行 公司的事我们也管不了 说说家里的事吧 爱情保卫战嘛 在家里怎么样 兄弟 家里他对我也挺有意见的 我白天是七八点钟下班 下了班 到了家 我给他收拾 我蹲地做饭洗衣装的 蹲地做饭洗衣装 都是我干 他天天10点 11点回家 然后累死累活 往窗上一躺 啥也不管 你看这是一个男人 应该做的事吗 那你也没时间做 那我不做 谁做去 那我是没有时间 这些事保姆都能做 那你为啥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出去赚钱呢 那你能拿我当保姆是在这儿 还有他养那个猫 按时做体检 然后喜欢猫 还讨厌那个猫猫 我还给满屋子收拾那个猫 他说每天还得溜一遍 那你知道每天出去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 那我猫也得需要啊 再说了我的猫跟我好 我让他溜溜我猫也是想让他跟我的猫也关系好一些 这样的话我不就跟他关系好了吗 奶奶拿我跟畜生比是咋是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还不如他听话呢 可怜的孩子啊 在家里干活发工资嘛 不发 干不好了 还批一批 没准还扣我工资 不是扣工资呢 只有在公司里才能扣 家里怎么扣工资啊 说当初一个月我发那个五千块钱 到手里也都一千 说剩下那点是将来的财礼钱又是啥的 什么情况 是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太好嘛 然后他还不会理财 我家就是要求也高一些 那他没有什么钱 我不就得在那个公司里扣嘛 要不咋办呀 而且现在我们合租的房子都是我在花钱 扣四千一个月 只发一千 然后他买什么衣服鞋啥的都是我在花钱 也没给我买过什么东西 那我哪有钱给你买东西啊 全让你扣走了 那你不会出去做的兼职吗 那我爸先上班晚上回家 不还得给你收拾东西陪你的吗 那你看这些不都是保姆应该做的吗 他也不应该 男人也不应该做这些事啊 你为什么不给他开了 那不是因为男朋友开不了吗 男朋友为什么开不了 就是直接从公司开出去 让他到其他的公司 这不就 他没有能力啥也做不了 他都是敲不上我 说说我这也不好 那你辞职啊 做一番事业给他看啊 那我还舍不得他 就想看得着他 这可咋整啊 而且他爸妈从那个老家过来的时候 我一开始是热心招待的 又给他们租房子 还给他们生活费 然后越住时间越长 还插手我们的生活 我让他说说他也不去说 那老两口大老远从外线过来来 室里躲住前住几天呗 这已经插手我们的生活了 那你为啥不能说说呢 那是我爹娘 我不想说能咋着 再来说人家都那么大岁数了 说导过几句导过几句呗 你不会不听 他就是一个马宝男一样 这个爸妈也算了 那个亲戚从那个外线过来要做生意 我又要给他们联系店铺 还要给他们起营业执照 还跟我借钱 一开口就跟我借十来万 那十来万你不是妹给吗 那我都不认识他吗 我也不看好他吗 我为啥要给他那么多钱呀 当初都跟你商量好的 然后亲戚也过来说帮忙什么的 再者说人家最后他给了五万块钱嘛 谁给了 我女朋友 真行啊你 他总跟我磨叽 我也没法开会 我开会的时候他不过打电话 没办法我就给人家五万块钱 然后他还不满意 但是我亲戚人家都把紫黑字写上了 肯定能还 再者说人家开网店 将来还没准翻翻呢 那又咋了 怎么样这五万块钱投资 就漂了就没有了呀 那漂那是事还没定完呢 人家还没回本呢 相当于就没有了 他亲戚啥都不会 还有他兄弟也是非得入我公司 说这事之前不是因为疫情吗 我隔几个有几个上班公司 就差不多快晃了 逊色过来上我们这上几天班嘛 就干个兼职 来我们俩这儿 然后也跟他说好了 他也答应了 来了妹头打招呼 又这个不满意 那个不满意 妹头打招呼 就给我隔几个辞退了 那疫情都不容易 我也不容易 我也是自己做的 而且他那叫打招呼嘛 到了之后才跟我说的 他说什么技术型人才 是摄像的 教都对不上 那是技术型人才吗 那人家又不是没干活 那是兼职人我到哪不能找啊 那人家又不是没干活 那种活我需要的是技术型人才 他就跟我 开得对 开得对 他开不了还开不了他哥们儿 你真行啊 你 哎呀 我就没法说 你说说什么呀 我感觉他那脱家呆口的 啥都得我管 不是 你愿意呀 老板 我现在不愿意 所以我过来了呀 我想分手了啊 嗯 这又管我 那又管我的 平常放个假的 说好出去待会儿 还有没会儿 就之前说好去北京 我大老远我都到北京了 他半道上火车接个电话 改成回家了 那我是见客户去了 那客户我肯定是 先去跟人去吃饭吧 那我不能跟你去吃饭吧 那客户比我还重要是咱是 在这说都是咱们决定好的 那你说走就走 那我在做生意上 肯定是客户比你重要呗 那你跟客户过去 你还跟我过啥呀 不是 他现在就不太想跟你过了 人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分手的 你没听懂啊 可是他放我鸽子 我是去陪客户了 这不能算放鸽子吧 行行行 那他陪客户 我说让我带上我 他也不带 说我这个不懂 那个不懂的 总是想着我啥也不是 那你是不是啥也不是 我不是呗 他也不和我说 我怎么能懂 我也教不懂他呀 我让他提上自己 他出去玩去 我也不是不给他机会 就是 他也不懂 他不跟我搞砸了吗 那个客户 你就赖上他了是吧 嗯 对你好不好 刚开始俩人挺好的 现在 越来越差了 我差了就走嘞 还是舍不得 你是舍不得他还是离开他 你没法活 那毕竟我大概这么长时间了 你觉得他在情感上对你好吗 反正 越来越冷落我了 一个男人用一个越来越冷落 还这么娇羞地说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不是你你指的越来越冷落 那他的经历都去哪了呀 嗯 除了陪和户就陪和户 然后跟他那闺蜜 还有那个小助理唠壳 比我跟我唠的还多呢 那我跟我助理 那有事工作上的事啊 就不太愿意搭理他是吧 对 说唠嗑 就之前他和他闺蜜 唠的那点嗑 说我给不了他 前男友给他 他什么安全感 鬼属感 就拿我和他前男友做比较 那首先他看我手机就不对啊 再说那天也是跟他吵完架 我跟我闺蜜随便说了几句话呀 他就丢着一直不放 没有跟前男友武断丝连是吧 没有 就是工作上的一些原因 再说没有 那不是有工作上的事吗 工作上的事我肯定要有的事要问他呀 那问他也不懂 前男友也是同行 对 我俩以前是一个公司的 哎呀姑娘 你怎么老把自己搅得这么 对吧 你非要对公司的人下手干什么呀 因为我工作忙 也接触不到什么人呢 哎 他跟前男友还那个 你介意吗 我咋不介意 当初刚开始在一起 他和我说 以后肯定会忘的 这是一年多了 每次还跟前男友捞合呢 现在等我这笑脸是越来越少了 你直报是他跟前男友捞啥 是捞工作是捞啥 那小嘴儿乐得可还了 说明你很不男人呢 你没有在这一年里征服他呀 提高自己呀 那我哪对他不好了 当初又送吃的送盒的 天天到了家给他做这个做那个 还配他的 对对对 您这倒是反正快递啊 家政啊 这些服务倒都不错 但是你 他给不了我前男友那种依靠 你别提前男友 你好意思啊 那你就找你前男友去呗 因为他总提呀 没有办法 总因为这个吵架 所以你要的男人不是这样的 就是主内的很体贴的男人 是吧 对 你要的是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男人 是吧 对 那你招惹人家干嘛呀 那不是因为他一开始总给我送饭吗 我小时候我就他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刚分手 他就他就趁机 那那那那你为什么不在生活里跟他说咱分手吧 那不是爷爷有点舍不得吗 时间长了吧 这么说你今天来到底是干嘛的 就是想调和一下嘛 不是分手啊 就是能尽量不分手就不分手 那调和什么呢 就能让他爷们一点 这这这事你们小心啊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姑娘 我们没有办法把你的男朋友变得更爷们一点 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个爷们 只是他可能在某些行为上 不是符合你所要求的男朋友的形象 或者是未来老公的形象 所以这个是我要劝你先想清楚的 我觉得你身上有最大的几个问题 边界感不清 你把他到底当做男朋友 还是把他当做你的员工 你能分清吗 有的时候分不太清 你一直分不清 男朋友的责任是什么 对于他来讲 他认为男朋友的责任就是帮你遛猫 拖地 然后做饭 打扫卫生 这是他认为的男朋友的功能 然后偶尔再给你送个饭 仅此而已 那对于员工来讲 你所要的他作为员工的功能是什么 敬业爱岗 主动承担责任 他也没有 如果你在想把他培养成 未来公司的老板 你是老板 他是老板的丈夫 那你希望他更应该有的 就是在工作上面 主动帮你扛起这个公司 他也没有 他说哪点都没有达到 那你到底要他做什么 你一直在跟他讲说 你还不如一保姆呢 那你请保姆呀 你别请他呀 所以你边界感不清 第二个 你上来就已经把他当做 未来的结婚候选人在培养 但是你没有培养 你只是在管钱而已 你前一段恋爱 因为什么分手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一段恋爱 你因为什么 开始我很清楚 你因为的就是一点关心 送饭 嘘寒问暖 但你未来想要的婚姻 是什么样 你还是不知道 你只是把他钱 给他拐了四千而已 你完全不清楚 自己到底要谈什么样恋爱 跟什么人谈恋爱 你就在那指责他 希望改造他 不可能 同样对男生来讲 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 工作至少是你的立业之本吧 你说 我在公司里边打游戏很正常 对 下班的时候打游戏很正常 但是在工作岗位上 就是不正常 如果你作为一个员工 你首先把自己摆在员工的位置 你就不可能这样去跟他说 我打游戏很正常 第二个 如果你真想跟他结婚的话 你有没有把这个公司当作公司 你没有 你把这个公司当一提款机 随便什么人来了都让他给钱 你觉得他赚钱很容易吗 你的亲戚到底有没有赚钱的本事 你的朋友到底有没有赚钱能力 如果你作为一个摄像 他刚刚说的 对焦度对不上 你还能认为你的朋友 还是一个能在你们公司打工的人 你是混合自己家的钱 还是混合你妈的钱 你把他当女朋友 把他当未来老婆 还是把他当你妈 伸手要钱就完了 所以你根本没有一个 真正跟他谈恋爱的那种状态 你有的只是把他当作一个 可以寄养的摇钱树而已 所以你们两个 一个没有把自己当作老板 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 准备谈恋爱 未来准备结婚的女人 一个没有把自己 当作一个男朋友 或者未来要结婚的丈夫 你们定位全是错的 还谈什么呀 所以你让我们改变改不了 唯一能改的 就是你自己下定决心 离开这一段 并不是真正的 符合你想要的状态的恋爱 离开可能对你来讲 是最好的选择 谢谢周老师 张大老师 这根本不是什么男朋友啊 这就是一个生活助理 真的跟生活助理没什么差别 我觉得你要做的第一步 小张 你赶紧把每个月扣人家 四千块钱如数还给人家 你没有资格扣人那个钱 无论你是从老板的角度来讲 还是从女朋友的角度来讲 你从哪个角度来讲 你都没有资格去扣人家 每个月的四千块钱 听懂了吗 第一件事情赶快把四千还给人家 每个月的四千啊 扣了多少个月就还多少个月 好的 第二件事 女强男弱的感情里面 男人永远不会关心女人 是真的强还是在逞强 你问他说 客户比我重要吗 同样 他也可以问你 游戏比我重要吗 所以真的是在关心对方 是在爱对方吗 还是只是因为需求 和他对你也是一样的 他对你的需求很明确 他需要一个人 帮他去打理一些事情 所以我说就是生活助理嘛 你也需要一个人 这人是什么 可以为你的好吃懒做 提供一个让你舒适的环境 因为你一开始说得很轻 你说别人还不敢追他呢 你敢 因为你够懒 你追上他以后 你在公司里面想服啊 干什么活啊 我女朋友是老板 我干什么活 我们家星期来了 打十万块钱借条 借 我朋友来必须给我安排工作 所以我觉得你挺爷们的 其实 同样 该分分 因为两个人之间看不到爱 都是相互需求和相互利用而已 如果是这样 没有真正的爱情在支撑的话 到最后未来的生活 就会是把这种需求 放得越来越大 你和他在一起 就是帮你们家各种亲戚解决 各种各样的金钱上的困难 你跟他在一起 就是越来越多地指使他 也越来越多地 把他放在一个助理的角色上 所以那这样的话 不如好聚好散 谢谢 谢谢尚南老师 许总 前男友那么好 为什么还分量 因为异地 你说了 前男友在一起 有归属感 安全感 你是没有安全感 没有归属感 这个是让你找到了 所谓的归属感 安全感 在家等着你 给你做好了饭 听你的 扣了他工资也得认 这是真正的安全感 可你要的是这个吗 不是 你对他不满意啊 所以你不尊重他啊 这个男人没用啊 你跟他说的 干啥啥不成 这不是男人应该干的 这保姆应该干的 可是他全能干了 所以你一边需要着 一边否定着 你丝毫不爱他 永远对他不满意 你也知道他不可能成为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你心里眼里都没有他 你呢 你也不爱他 你没有把他的公司 当成是自己个人的公司 你当成是什么呢 能喀着就喀着 在外面有面 来 哥们 到我公司来 我女朋友公司 多少钱 没问题来 亲戚来 创业 这是投资 你再把他的能力 往你自己脸上贴 但是经不起 别人的秩序 再说你失去的也很多 被苛扣到了 就一千块钱工资 美其名曰是 为今后的彩礼 做准备的 实则呢 你往外添的 都是自己这边付了 你怕什么呢 你真这么 听这个女人的是爱吗 你外面是要面 但面不是靠女朋友 来撑起来 是靠你自己 因为你女朋友 看不起你 你看得起自己吗 我看得起 那你就从他的公司辞职 可以吗 可以 能做到吗 能 凭你的一技之长 你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你再看 他还接受不接受 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 你去找他 但是证明自己 是否能值得他爱 是否爱他的话 第一步 就是辞职 你们保持个距离 在看 值得对方 爱自己吗 自己值得对方爱吗 好吧 就这样 谢谢 谢谢曲总 路齐老师 这不就是强盗遇到懒 汉吗 我问你 你是个摄影师 你喜欢摄影吗 喜欢 你喜欢摄影 你喜欢用什么 我爱你 你喜欢摄影吗 我爱你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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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回 谢谢两位 领导 领导 居然说了一句 我会听话的 你说这 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自己的选择结果 是怎样的吧 请开门 从毕业到现在 她总是不能稳定 我不知道要怎样的工作 才能让她满意 我觉得多尝试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可她却总是不同意 兜兜转转一大圈 她现在又让我 回她老家工作 让我做上门女婿 我不想原嫁 老家的工作也很适合她 我不知道她 为什么就是不同意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邹 26岁 来自湖南无业 有请 小宁 23岁 来自湖南无业 有请 这个都闲着呢 没工作 暂时没工作 大学毕业几年了 一年多了吧 一直没工作呀 还是曾经也工作过 也不是说一直没工作吧 因为中途就是 还是有几份工作的 行 大学同学吗 是的 同班吗 对 那得谈了几年了呀 差不多一年多吧 因为我们大三的时候 才在一起的 就大三在一起 之前都没谈是吧 对 那什么契机让你们从同学 变成了男女朋友呢 就是我跟前男友分手嘛 然后他就在那里安慰我吧 然后后面过了一段时间 就在一起了 安慰他 对 你在班里的工作 是做女同学的 知心大哥的是吗 也不是吧 那怎么他男友 他跟前男友分手 你安慰呢 就是因为当时还是 对他还是有点感觉的 然后就上去安慰他 行 今天来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 就是说有两个女儿嘛 然后姐姐家的比较远 就希望找个上门女婿 但是她就是不太乐意 说说吧 咋就不乐意了呢 为啥呀 没工作就上了门 得了呗 也不是说没工作吧 因为我们刚开始 从大学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有份工作的 啥工作 当时在驾校当教练 不是 你大学毕业 学的什么专业 物流管理 因为我考驾照 考得比较早嘛 然后从事过 物流管理 对 然后到驾校当教练 对 教人开车 是的 你看现在孩子 他技能多是好 干什么都自由 然后呢 你做什么呢 我前期的话 没有工作 就在那里玩 然后就是因为他 天天在玩嘛 然后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工作 刚好我们驾校有个招生的嘛 然后我就介绍他过去上班了嘛 结果他还没上多久 他跟同事闹了一些矛盾 然后他就辞职不干了 就还要求我跟他一起辞职不干 因为当时就是说 我跟同事一起出去推广招生 本来有一个客户就是说要报名嘛 本来是我在谈的 后面呢 谈得好好的 我的同事就横插一脚 把他抢走了 然后呢 我们当时在街上也吵了一下嘛 后面回到办公室以后又开始吵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呢 他就一直跟我说 忍一忍退一步 然后都是同事 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 我当时给他打这个电话的意义 就在于就是说 让他安慰一下我 然后因为我当时感到很委屈吧 然后他就一直在说没事没事 忍一忍 我也没有要求说 让他帮我去骂那个同事 但是他就是表现出来 那你为什么让他辞职呢 姑娘 就是心里受了委屈 然后就觉得待不下去了 本来就气愤 然后再加上他这样子 我就更生气了 就辞了 对 辞了之后咋办 他辞职之后 我就本来我还想干下去嘛 因为工作比较稳定 然后收入也还可以 然后就想干下去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也不能干了 然后我就陪着他 陪着他干嘛呢 他说他姐姐嘛 在广州开了个奶茶店 然后让我陪他过去 怎么样 就是他就是过去帮他姐姐 然后我就在那边打了点兼职啊 凌功啥的 然后也没干多久 又回来了 为啥 因为他跟顾客发生矛盾嘛 然后他姐姐说他 然后就走了 走了之后在干嘛去啊 他就想去我姐姐那嘛 因为我 这 你是真能霍霍 霍霍完自己姐姐 又霍好男朋友的姐 你姐在哪啊 我姐在衡阳嘛 然后自己开了个电商公司嘛 卖一些货呀啥的 然后他就是想去嘛 然后我当时是不乐意的 因为毕竟他跟他自己姐 清洁都处成那样了 他又想去霍霍我姐 最后果不其然 还是给我姐霍霍进去了 啥子要把你姐霍霍进去了 其实也没干多久吧 干了一两个月吧 他就是发现我的工资 比他工资高 然后他就觉得我姐偏心 对 他姐就是偏心 就觉得他是弟弟 然后就是说 工资方面都是比我高很多 当然应该比你高了 你是谁啊 这是我弟 怎么了 但是我们都是干一样的工作 怎么了 这是我家的企业 我愿意多给我弟弟钱 零花钱我给他你都管不着 怎么了 但是我们俩干的是 但是什么呀 一样的工作 没有但是 一样的工作 怎么了 我给他点零花钱不行啊 但我觉得可以 你就说偷偷地给 就是说 我干嘛偷偷地给 我愿意这么给 怎么着吧 零花钱是零花钱嘛 工资的话是工资 我公司都是我的 我愿意给谁钱关你啥事 那这样子我就会觉得 那老板爸 那你辞职走啊 你有什么资格训我呀 你真行啊 就跟你姐打起来了 也没打起来 就说了几句话吧 然后呢 然后我姐也没说开除她 也没说啥 然后她自己想不开 然后就走了 走了 那你就在你姐那干呗 但是我姐就是也是有想法的嘛 然后跟我说 意思还是想让我俩分手 但是还是对她有感觉吧 然后也没招吧 然后就跟她一起走了 去哪了 回了长沙 然后回长沙之后 也没待多久吧 然后她朋友在成都 就是他们那边有个公司嘛 然后说找我们这个专业的 然后让我们过去帮帮忙 顺便就在那边上班了 哎 挺好啊 然后呢 然后去了之后才发现 被骗了 就是在一个大仓库里面 干个分检工作 那个工作呢 就是多干多得吧 他每个单都是抢单的 看自己手快不快 就是他就一直抢不着单 然后我抢的就比较多吧 然后我说给他分一半 他不要 他就天天就跟他闲着 啥也不干 晚上回了家 他就往那一躺 他就说他好累 也没干多久 我们俩就走了 是他不干的吧 对 在重庆 完了一个多星期 快两个星期吧 差不多 那个时候就把所有的积蓄 都花完了 然后我们俩就回来了 回哪了 回了长沙吧 我意思就是在长沙 就干脆就在长沙 就找个稳定的工作 就一直待长沙吧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 去他们家那边 他家是哪儿的 邵阳 天天跟我续道 说去邵阳去邵阳 说他爹给我找的份工作 让我过去 去了之后才发现 让我去当上门女婿的 工作就是上门女婿是吧 也不是 他给我找了个司机的工作吧 给那边一个企业的老板开车 吓我一跳 我以为就是给你女朋友开车 他们家基金条件好的吗 还可以吧 想结婚吗 其实我还是想的 但是他想去他家当上门女婿 哎 算了吧 我家也就我一个独子 我不可能为了他 我去他家当个上门女婿 但是我爸爸房啊车啊什么的都买好了 然后也给你找好工作了 你为什么不去了 房车我可以自己振 我不一定就需要靠你爸妈 但是你都毕业一年多了嘛 现在什么都还没有 那我要等多久啊 不这什么都没有 我怎么觉得都是你给搅和的呢 姑娘我怎么觉得 你一直是预谋已久 把他能够用到的 和他能够干出样子的地方的 人全给祸祸一遍 把他路都给堵死了呢 我怎么觉得是你一步一步 把他赶回来的 赶进了你的圈套里啊 那我就想让他跟我回家嘛 就你一直就这么想的是吧 对 就想让他跟我回去 然后这样子的话 向车啊 房啊 你可以少奋斗一下嘛 哎呀 你反正也得娶他嘛 在长沙娶也是在上 不是在哪儿娶都一样嘛 他们家想上门的意思就是 孩子要随他姓 真的啊 对 相当于就是他嫁给我一样 这就第一个孩子跟你们家姓 第二个孩子跟他们家姓 行吗 这种的话 如果只生两个孩子的话 就必须全部跟我们家姓 如果三个的话 就是说可以跟他姓的 哎呀 这是比较那个什么啊 这个人要不嫁给你 你咋办 那我觉得要不就分手啊 不嫁真分啊 对啊 因为他都不愿意来我这边 那为什么要我去他那边了 哎 一个跟你姓 老二跟他姓 老三跟你们家姓 老四跟他们家姓 行不行 那我也不可能生这么多呀 那最多是 你打算生几个 如果就是说前面生两个 就刚好凑成一个好字 那就到此为止了呀 那他就没有孩子跟他姓了是吗 对 哎呀 这不能再考虑了啊 没有商量的余地是吧 这是你们家人的意思 还是你的意思啊 姑娘 这个就是说个 就我爸妈也有这个意思嘛 然后我的话也是也有这个意思 行 那咱谈谈吧 多大的面积的房啊 将近200平 什么车呀 车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没有考到驾驶证嘛 然后等到我考驾驶证以后 再说买什么车 肯定是30万往上走吧 那给我们闺女聘礼多少 彩礼给多少啊 这个的话就看她 就是说像我们那边一般 娶一个老婆 就是说10万往上走 可是上门女婿娶的不多啊 我们属于稀缺品种啊 你们看给多少彩礼 我们那边就是 我有一个姑姑 然后她也是两个女儿嘛 然后她的小女儿 也是找了个上门女婿 那个给了多少彩礼 十多万 如果就是说 如果我嫁给她 他们家也最多就是说 十万多的彩礼 可能车牙房什么的 可能都还没有 哎呀 我怎么觉得 你在比两家谁的条件横是吧 你财家人是吧 没有啊 但这就是事实啊 也就是说你以后肯定 一定要找一个入赘的女婿 对吗 对 不管这个人你爱不爱他 反正入赘是第一条件 是吗 嗯 那你爱这臭小子吗 爱啊 但是我觉得 成年人爱的话有什么用啊 成年人爱的话有什么用 你爸妈对你做了什么工作了 没有啊 就是觉得 自己经历的事情也多了 你经历啥啊 不是 看过的事情也多了 你看过啥了 就像我姐的话 啊 嫁到别人家去嘛 然后就是说 就在那边过得很苦嘛 哦 姐姐过得不好了吧 对啊 婚姻生活不幸福 那跟她嫁到哪儿没关系 是嫁的那个人不好啊 对啊 所以就是说 我我就自己亲身经历过这种 我就不喜欢自己嫁到那种 不好的家里面去吧 她 你不相信她吗 我相信 但是就是说 我姐夫的话 她人也还好吧 但是 婆婆就是说 就很那个 行吧 这孩子不是不相信爱情 这孩子在她的眼里 有她对生活的解读和理解 今天是一道难题 难就难在 是一个观念的对冲 问你 愿不愿意为了爱 嫁到他们家去 不愿意 这可就麻烦了 各位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一边说我不愿意 当上门女婿 一边说 我们家只找上门女婿 那干嘛还 强硬着在一起呢 因为喜欢 不喜欢啊 喜欢不是这样的呀 喜欢不是逼对方做 对方不愿意做的事情 喜欢不是强求 对方一定要按照我的意志来办 我现在听到了 你们根本没有成年 虽然一个26 一个23 你们哪成年了 如果是一个成年人 要结婚的话 是靠两个人 自己去打拼自己的天下 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带给我们的感受 我现在身边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家里边条件也都很好 因为现在90后父母 能够帮他们创造 很好的经济条件 可他们依然在靠自己打拼 他们两个人自己一起买房子 攒钱 一个月说 哎呀一个月我们两个人存3000块钱吧 存满了3000两人特别开心 靠自己呢 你呢 我父母出200平的房子 我父母会买30万的车 我父母说了 上门女婿过来吧 都是你父母说 那你干嘛呢 听父母说的年代 在什么年代 幼儿园阶段 小学的孩子都有自己的主见了 我想上这个兴趣班 妈妈我不想上这个兴趣班 我要上这个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 现在都是有很有主见的 可你23岁了 你全听父母的 工作到现在 没有一份工作你做长过 所以你做的任何事情 我没有看到你长大过 不是一个成年女性 应该做的 所以姑娘 先别想着结婚 先想着踏踏实实 找一份工作 把工作做稳定了 你连一个奶茶店的 给顾客送奶茶的 小妹都没有做好 你还怎么经营婚姻 婚姻里边各种各样的事情 难道就靠一句 我就这样 这样就能解决婚姻问题吗 不可能的 所以姑娘想明白 同样对来世纳江也是一样 你为爱浪迹天涯呢 今天让你去广州 你就去广州 明天让你换地儿 你就换地儿 你是真的为爱在闯吗 不是 那叫鲁莽 出去 真真真真 先做一个男人 找好一份自己的工作 连工作都没有稳定下来 怎么可能娶到媳妇 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 要不重新谈一次恋爱 重新开始认认真真 每个人找一份工作 要不然 接受一下异地恋 看看你们的爱情 能不能真的接受考验 在一年的异地恋当中 做好工作 如果你们每个人工作都做得超级出色了 再考虑结婚的问题 谢谢周老师 珊娜老师 我要是她姐 我也得必须让你们分手 你说实话 是你要让她做上门女婿 还是你爸妈让她做上门女婿 我爸妈 是你们家那边有这种风俗吗 大女儿远嫁 二女儿必须留在家 招上门女婿 有吗 大部分都是 在我看来 什么当地风俗 什么 我觉得你就是离不开爸妈的一个小公主 所以你要是离不开爸妈的庇护 然后没那么爱她 非要拿这事压她一头 考验她一下 咱就实话实说 感情是经不起折腾的 你一旦考验一旦折腾的话 我告诉你就没了 跑了 所以如果你想当小公主的话 你就踏踏实实留在家里面当小公主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你到底是爱她还是爱你自己 还是你在考验你们这份爱情 如果是考验的话 我劝你就算了吧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来 曲总 我想问男生 刚才主持人问你说 你愿意做上门女婿吗 你说不愿意 对吧 是的 那如果你们定好了规划 就生两个孩子 老大随他们家信 老二随你家信 那你同意吗 不同意 也不同意 对 那你们就分开吧 你们之间没有什么爱情 我就看到两个特别自私的人 特别特别自私的人 在一起 根本的不叫爱情 就是要互相的利益的一个争取 我从你那儿多comer一些 就证明你爱我 其实你给对方什么呢 没有啊 谁都不想让一步 谁都想多占便宜 尤其是女生 你看啊 你自己跟同事闹翻了 还得把她拉下水 辞职 你去到你的姐姐那儿 你刚才提到你姐姐的婚姻 爱情不好 不美满你哭了 可是你一点也没为你姐姐着想啊 跟她的客户翻了呀 你只想到你自己啊 走 辞职 大家一起 不行该啃你的姐姐了 果不起人 啊 闹翻了吗 你心里在乎谁啊 你也不是听你妈爸的话 你就在乎你自己的感受 她得听我的 我得做主 这只爱 你好好想想你姐姐为什么不幸福 即使你姐姐在家里招了上门女婿 她会幸福吗 依然不会 因为她没有找到那个真正有能力爱自己的人 你现在只爱自己是没有可能性 没有机会去找到一个爱你的人 因为你的心沉用在自己身上了 你就这样 来吧 十万彩礼 有车有房 你看你招来的是当时盯着你前来的人 还是盯着你这个人来的人 你不会去爱 所以拜托不要谈这份恋爱 在一起昏昏噩噩噩的这么一段时间 没任何意义 没有营养你们之间的感情 分开吧 就这样 谢谢曲总 陆琪老师 姑娘 你别妈很简单吧 小闺女也留身边 姓归我们家姓 老了之后我小闺女照顾我们 就跟你哗哗洗脑 洗着你这样 你觉得全是你做主 你这一辈子里面有什么事情 你做主 你想啊 你看你23岁 你要不是遇到了一个所谓的爱情 你这辈子最简单了 反正你也不相信爱情嘛 爱情是对成年人有什么用嘛 对吧 对你来说 你爸妈给你介绍一个愿意 入住你家的人 你23岁24岁结婚 25岁生第一个小孩 27岁生第二个小孩 30岁的时候你的一生已经注定了 40多岁开始照顾爹妈 五六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孩子走了 开始在家闹 无非就这样嘛 你这辈子每一天都看得见 有意思吗姑娘 你读了一个大学出来 就回去这么浑浑噩噩的 过上了每一天都被人写在计划里的生活 你觉得有意思就行 至于你 你为什么要关着他呢 你关着他眼神 我就问你一个事 你做出的所有的牺牲值不值得 你说值得 对他来说值不值得 你做的牺牲得 看他觉得值不值得 你看你一年多两年 没好好工作 他一回头一句 你反正什么也不行 干什么也干不好 你牺牲了吗 在他面前 你没牺牲吗 你以为自己谈了一段付出可多可多的爱情了 他觉得我得逞了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觉得很简单的观点 爱情应该是人生中的一部分 人生不应该是从爱情里面长出来的 你现在就觉得我的人生是从爱情里面长出来的 不就是这样吗 谁为你感动 你自己感动了自己吗 不让你做上门女学去他家你就行了吗 让他爹妈给你介绍工作就行了吗 让他爹妈给你买房子就行了吗 你只要不入坠 其他都行 是不是 还是一样的 你跟他有什么区别 他的人生爹妈做主 你的人生他做主 想想我的话 要不要做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小虫子 还是翻身真的做一把主人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哎呀 我就说这个年轻人啊就是这样 偏袭啊 我们感情好 生俩娃 能不能协商跟谁姓 不特简单吗 没有力量 不相信这个 就在他们的心里是不相信这个 什么爱情啊 生活啊 感情他们完全不相信 这哪行啊 你感情好了生了俩孩子 你说这个跟我们家姓不 姓了不就姓了吗 这有啥呀 本来一特简单的事情 在一个核心家庭里面最简单的事情 孩子跟人姓的事情给你们弄得特复杂 我们家小儿子 我说算了跟你姓吧 跟他妈姓 我跟你姓吗 他妈特高兴 我说嗯 好 后来我岳父不愿意 岳父说干嘛跟我们家姓啊 不姓不姓姓回去 没啥 妈妈跟谁姓姓有什么关系呢 太偏狭了 就年轻人不好好的工作 不好好的生活 不好好的恋爱 不好好的考虑婚姻大事 怎么谋划自己的未来 在这弄这个 这 什么入不入坠 这 这有意思吗 一个劝告吧 认真生活 先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 再学会对别人的人生尽力吧 我都不敢去用负责这个词 谢谢两位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这是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俩各退一步 还是可以的 如果想放手就会 但我觉得吧 可能我自己确实 对你的那个感情 没有那么的牢固吧 没有那么的深 就觉得 嗯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没有那么的爱你 这女孩的姐姐遭遇了什么样的婚姻困境 让一个女孩变成了这样 这么不相信爱情 来吧 看看这对年轻人最后怎么抉择 请开门 再请跟随我们的老师一起进入 金云中央厨房 走进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已经结婚八年了 孩子已经上小学了 可是跟老公的感情变得比水还要淡 见面了还会厌倦 现在觉得生活没有温情 如同嚼辣 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该为了孩子继续 还是干脆早点结束呢 我想告诉您的是 婚姻会经历各种各样不同的时期 它有浓情蜜意的时候 也有平淡如水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在你们平淡时期 两个人要找到新的奋斗的目标 如果有了共同要奋斗的目标 和奋斗的方向的话 你们会重展感情的烈火 所以结了婚就要有两种能力 一种能力呢 就是共同经历柴米油盐的平淡 还有就是要学会寻找 曾经花钱月下的浪漫 再一次地感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